要想保持平衡 就生活里的矛盾 比如说进和退 出和进 要想保持平衡 说人生就像骑自行车 要想保持平衡 只有继续前行 就你得一直蹬 它才不会倒 就是说你这个生活不能停止 你得锐意前行 这是我们的 没有 我讲爱因斯坦 因为直接的悲剧 她第一任的太太米列拉 对 米列娃 就是大学的同学女天才 甚至天才比爱因斯坦还厉害 然后一起做论文 一起做研究 结婚 生小孩 然后就在家里 然后我们最近看电视剧 《西纪天才》 爱因斯坦里面演得真好 太太从一个天才的女人 变成一个全职妈妈 全职太太 那种悲愤 那种悲愤就是说 到最后爱因斯坦 有机会拿到诺贝尔掌 她太太讲一句话说 本来也是我的 本来也是我的梦想 本来也是我的 最后完全一模一样 就跟罗子军一样 到最后她基本上的生活 就在追踪老公爱因斯坦 有没有跟女助理 女学生走弄又弄 那节目就丰富了 那后来就离婚了 离婚的条件还是钱 本来不离婚了 她也很厉害 分居了 不肯离婚 听说是爱因斯坦 这个诺贝尔奖的奖金 就给了她这个前期 她也是赌博了 因为不一定拿得到 到时候拿不到 怎么办 对 后来她拿到了 全部给她 所以她得奖的时候 毫无欣喜之情 这完全悲剧 这种悲剧到现在 我看了看 她们这个女人的解决之道 比如说罗子军的解决之道 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家庭破碎了 我走出家庭 从卖鞋开始 然后这么奋斗 但是这给我们示范了 一个什么路呢 就是强者之路 你知道这东西 我真觉得 那天我还看一个女性论坛 几个女人讲 就说咱们女人 老辈问这个问题 是家庭重要 还是工作重要 怎么怎么着 她说 当然都重要 当然缺一不可 我们都得把它拿得下来 是吧 这真的就是说作为 难道说作为一个女人 你真的也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人家那段子讲的 买得起好车 不是开得起好车 住得起好房 是吧 斗得起小三 斗得过小三 打得过流氓 你真是全知全能全勇 可是对 这是我们的榜样 可是我有时候 我这个同情的眼光 也会看到 男人女人都如是 这个社会上有一种 叫弱势人群 对吧 就是当然我们有些人 男的跟女的 确实你有本事 你工作生活都能干得好 但是你也看到 大多数人群 因为种种的原因 真的 我那就是见过很多女性 第一做全职太太而不得 没有男人说我养你 再者说是婚姻被抛弃了 他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能力 你知道吗 所以在重新走向社会 找工作的过程中 就是很被动 那我觉得你这种 不能老实说是 学习罗子军好榜样 他就能解决问题的 对吗 可是我还是在想 我觉得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你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女的学了 十八班武艺 那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 我觉得不会的 就我没见过 有很多人是有 完全的安全感 一个事业再成功的人 也会有不安全感 所以这样说回来 刚说到全职太太 什么 那里面牵涉到男女 假如真的要一起走的话 那个关系怎么来谈定 两个人互动 大前提是说 就算没有了那个家庭 没有了那个婚姻 那要怎么样 我觉得整个社会上 真的太多的悲剧 都是到现在不断地灌输 说你说还是又有 那个才是生命的安全感 才是价值的所在 而且不仅是女儿 小军军男人多痛苦 我每次看到 这一类的电视剧手说什么 我都试图从男人的角度看 我说那个男人真伟大 一方面又有外面 又有外遇这个那个 然后可是又要负起责任 不肯撕破脸 抛开 抛弃弃子 承受不起这种压力 那多 男人那个所受的苦 多么惨 可是男人呢 还是被谴责为人渣 其实男人的苦没人知道 最近那个 你终于为人渣 这个仗义直言了是吧 最近最近香港 有个书展 有个台湾女作家过来演讲 评度 她有一个闪文集 最近有这个书 就讲她自己 活到五十多岁 有一天她妈妈才跟她讲 其实你不是我生的 你那个是别人生的 然后 是你爸跟工人生的 生出来的这样 然后她父亲都死了 然后后来发生了 她寻找她亲生母亲的事情 然后里面写了 其中有一段 我特别有印象就是说 她在想她父亲可能 她在想她父亲一般人来看 她父亲就是人渣 怎么跟家里的女佣搞起来 还生了小孩 让两个女人这么痛苦等等 她在想有没有可能 当我父亲跟那个女佣 抱在床上的时候 他们是真爱了 可能真的爱 可能是爱了年后爱了那个 可是整个社会给他们压力 把他们拆散 然后她还要做回一个好男人 她父亲是教授 有这种思维的人 不当作家都屈才 那没有 她就那个 可能是真爱 可是为了那个名誉 为了家庭 然后为了不伤大老婆的心 结果她就 这样跟那个女佣分手 真的 义军 男人也不容易 这几年全听你们这些女性 在那祸祸 我们都在那低眉顺眼 对对对 说的对 我们要尊重 你们何尝知道我们的男 其实我一直没明白 这个戏里面 你说那个老公 你知道我今天 你说这个 我今天在香港电视上 看着一个广告 拍的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说 说明日本女人 她们是怎么感谢 自己的老公 就是一个日本的 一个冰箱的一个广告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 是这个日本太太的表情 就说话说 老公半夜 进门进来了 这太太根本没穿睡衣 就显然是正装 在家里一直等着 老公一来 然后打开冰箱 一瓶啤酒 放在那里 然后都是这样的 看着老公喝 然后说 今天有新鲜的蔬菜 你要吃什么 老公正在犹豫呢 太太说 我给你来个野菜拉面 好 还那野菜拉面吃点 然后老公吃的时候 她太太垂涎欲滴的 看着老公 就是说了那么一句话 就说其实你现在每天的付出 已经是做到最好了 这老公我看眼神一愣 好像说下班后喝顿酒 还是有好处 是吗 晚点回家 有好处 但是接下来呢 这个太太就拿那个啤酒啊 还是清酒啊 给她老公倒酒 主要是到酒的时候 这个日本女演员 这个表情啊 简直就是说 老公你的付出 已经是最好的了 为什么哭呢 就是太太是 你要感谢我养你 就是老公养家 太太是要这样的感恩 这样的 我觉得这件日本人 日本人拍的这种广告 中国就得爆菜了 是吧 不是 其实那个戏里面 我觉得那个老公 还不太应该被谴责 因为我还在想 哎呀 你找小三也不一定 非要离婚呢 就是好多时候 我就觉得 问题他找的是老三 就老三比小三 本事大多 还有我们一直在谈 这个安全感当中 还有一个 怎么老说被不被抛弃嘛 你无论是被老公抛弃 还是社会抛弃 老师就是被抛弃的那种 不安全感那么强烈 我还记得以前 有一个女孩子 我看她写 那个博客嘛 那时候她就会炒 她就特别会做饭 然后炒了 她做了一个炒饭 里面就什么料都有 那个炒饭 她叫什么名字的 那个女孩长得很漂亮的 那个炒饭的名字叫 什么都有 都有会被抛弃的一天 就哪怕你什么都有 所以你不要预计 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你被抛弃 这个感觉知道吗 对 没错 所以就是说到底 你其实说到这个 我昨天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 她26岁 被抛弃了 没有 她在很迷茫 她说你26岁说你在干嘛呢 我说我在做记者这样的 然后她问我说 你说我现在做什么好 什么是成功 到底怎么怎么样 她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路 结果呢 我说我回过头来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现在不管走什么路 哪个路能够让你 最快的得到成功 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俗 我的意思说 因为她又做摄影 又做戏剧 又做什么 我说你到底想做什么的时候 我说哪个路能够 哪怕是综合在一起 或者随便什么事情 让你最快的能给自己 占足那个 你可以立足的那一份生活 我说然后你再去选择 什么都好 这是不是太世俗了 对我问你一句 你看你现在婚姻很幸福 对吧 好说 有情况 不能说 那我这个问题更要问了 那我觉得你作为一个 就是说是妈妈妻子 对吧 你有没有这种不安全感 就会想到有一天 瑞士老公不要你了 或者说不能说不要了 是不是说婚姻破裂了 你会不会有被抛弃感 我觉得我老公有这种危机感 你看他真是强嘛 他自己强嘛 其实你想到底 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一头那一头都会有 那你就想到说 最坏的情况下 我现在有什么 我真的会想一想 我最坏的情况下 我可以搬到哪里去住 最坏的情况下 我能不能负担小孩的教育费用 我都想过 但是同时 我从来不去查什么手机 那个邮件 省得你给自己找麻烦吗 不是 你老公也不敢查你 对不对 而且说到底我觉得说 根据这个莫菲定律 我就跟广大爱查的这个男人和女人说一句 查就必会查得到 而且查得越多 出现的就会更多 因为很简单 找就会找到 你不找到你不会罢休了 你一定要继续找 找到为止 而且说到底我们再退一步 我觉得用抛弃两个字 这是怎么讲呢 用语言有没有 就是整个整个概念 对 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个 稍稍中心的语言改变 一切关系都会改变 所以我碰到一些年轻朋友也好 不年轻也好 抱怨什么对方变 感情变 我都提醒他们 你们当初两个陌生人 全世界都是茫茫人海里面陌生人 从没有可以变到有 为什么不能有了 而变到没有了 那一样 当初从没有到变有 现在这是改变 所以假如你执着用什么抛弃 背叛这些词 那一定是把自己困住了 而且所谓抛弃的前提 就像家会讲得很对 所以你先有拥有这个观念 但事实上我常常搞不懂 什么叫拥有什么 就比如说 如果说我今天被观众抛弃了 大家觉得都不想看你说东西 那我之前拥有的是吗 我拥有过那些东西吗 其实你不拥有 你早就抛弃观众了 不是 而是说 我们迟早都会被抛弃 很多东西 我们迟早会过时 人迟早会被自己的身体抛弃 人迟早会老死 什么事情都在变化 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安全感 可以建立在一个老公 他不会抛弃我 或者一份工作 是一辈子都会把我养得很好的 我觉得这是很不可靠的 不安全才是常态 世界上根本没有安全的东西 我们甚至不知道 等一下这个节目 做着做着楼顶会不会塌 那所以呢 对 那个克斯说的 所有的坚固的东西都 都必将消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重点不是要寻找安全感 重点是怎么样认知 在这么不安全的世界下面 你只好接受 没错 我跟你说 就是文道最后给我们拔到了 一个哲学的高度 他其实也不要讲女的 男的又何尝有安全感 我觉得我比谁都没有安全感 我现在都没有安全感 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你知道 就是我现在就是跟我周围的人 你们跟我说话 千万不要跟我说 文道我跟你说件事 你知道我听不了这个话 你要说什么 你就直接说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好几次 就是说 我要跟你说 蹦一下 我就全身一震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已经 我认为我植物身经紊乱 就是我已经到这种 我怕出事 怕出事 但是究其实质 就是你们刚才讲的 其实呢 这个不变 咱们就是因为一切都在改变 其实不管男的和女的 你必须接受 或者你必须准备 一切的关系终将改变 世界上没有不改变的东西 但是人就特别执着 你看 你不安全感 就是因为你老想 有个不变的东西 你老想你怕变 所以甚至是怕突然出事 还有对 没有安全感的人 甚至是有种敏感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 有可能是天才的那种特质 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个作家写的 说是莫扎特还是谁 特别怕那种一个皮球弹到脸上的感觉 他就认为那个甚至于是一种敏感 就是你可能太过敏感了 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 就会才 这其实是你的那种动力 你创作的动力 你说那个Woodie Allen 我觉得他是我看过作家里面安全感最少的 他从小住在那个地方是他们家楼 好像外面是一个走火车的地方 轰隆隆的 他就老是觉得特别害怕那个声音 你看他整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 就是自己是一个很渺小 对神经质 哆哆嗦嗦的那么一个犹太人 可是他把那个东西说出来了 就像一个笼包 你给他捅破了 其实是把他那一个阶层的人 那些跟他差不多的人 所有的人的不安全感释放出来的 他不是说说我永远不会去 会说我这样的人的俱乐部 就是那种东西我反而捅出来了 他能嘲笑自己的不安感当中 获得了一种安全感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说 女的觉得我没工作 我就没有安全感吗 有工作难道就有安全感了吗 就是一切你所有的都可能随时会失去 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 那么你对这个东西要有准备 要能够承受 谁都有机会承受 倒霉但到处都是 那轮到有一天自己倒霉了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 还是说到底 还是一个共有的 就是说恐怕不安全感 是人这种动物的本质 甚至是人 你比如说恐惧 咱们要没有恐惧这件事 咱们活不到今天 恐惧 你懂得对一些事情恐惧 你就懂得准备好了你的状态 你就准备好了 或者吃一欠长一智 你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所以其实没有安全感 反倒变成个好事 恐惧还是负面的语言 因为你假如说可以奴长 这是你说变 有时候会变得 让我们面对比较困难的情况 那个就是长 刚说到一切本来就是这样 你预先预期拥有 才会有所谓的抛弃失去 所以你当然会恐惧 到恐惧 那个恐惧还是让你不舒服了 你一直不舒服 所以你假如奴长的话 你就奴长 有的时候也奴长生活 没有也奴长生活 可是说到底男人还是苦 男人没有奴长的条件 对 男人你刚刚说到Virginia Wolf 对不对 要有个房间有500英镑 可以好好写作的 我有自己房间我也有500英镑 可是500英镑又跟老婆分一半 女人不用 女人就给我500英镑 我去写作 女人抛弃你也得给你分抚养费的 什么 那女人抛弃你也得给你分抚养费 是吗 是有这样 对啊 当然 女人苦 男人也苦 渣男尤其苦 所以呢 咱们如何应对恐惧 最后咱们玩个东西吧 我最怕这个东西了 不是 我要看看你们应对恐惧的 这有一个牙齿是你的 你按一下 乙军 真的吗 我最怕就这种东西 对 我就要看看 我告诉你 我最怕两个事 一个这种还有开香槟瓶子 我最怕 没事 我们急救车在外边 你来 没事 这就跟那个俄罗斯轮盘赌一样 我看接下来谁倒霉 瞧瞧 就只有你 我肯定没事 没事 你看看 注意到这没有 我这是嗓子都哑了 我刚才应该故作镇定一下 摩飞定律 你看我刚才也觉得应该是 摩飞定律 最怕的人 最怕的人必会出现 所以说 就是说最没有安全感 最害怕的人 你害怕的东西就必会出现 我来这期节目的 你瞧瞧 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我最怕突然性的事情 放心 多跟我们在一起 对吧 这都是渣男 这三个渣男护着你 你绝对老不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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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